我們用了ChargePT 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確定是這個結果應該OK 不過我發現我們用複製程式碼貼上 其實會比較容易有換行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要複製公式 直接從這邊複製會比較OK一點點 另外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你不妨可以把剛剛的這個問題 一樣可以把這個問題複製之後 你們可以試試看 利用Gamini試試看 那我是覺得Gamini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跟那個Google相關的服務比較接近 因為我自己試了一下 它最近還又有新功能 每次都有一些跳一些擴充功能 然後讓你知道說又有新的 那比如說呢 Google相關的服務它就是蠻強的 比如說像Google地圖 還有像YouTube有沒有 它就比那個OpenAI來的強大很多 這個我自己有實際經驗 所以有的地方我會衡量說 到底哪一個強那我就用哪一個平台 所以剛剛的東西你可以把它新對話 有沒有這邊新對話 那你可以把剛剛的問題貼過來 然後讓它跑跑看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跑出結果啦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兩者也不至於會差太多 那至於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看一下結果也不一樣 結果居然一模一樣 有沒有 看起來if mid這個範圍 然後請謹慎使用程式碼 多這個幹嘛 我不知道 好啦 然後它還解釋 只是說啦 一般那個我改報告的時候 學生反應是說那個 他們比較不喜歡GAMLINE 因為GAMLINE感覺好像比較自視化 那可能啦 我覺得如果是工程師背景的人 會比較喜歡GAMLINE 因為這樣很好啊 可是對一般人來說 這樣好像不太好 因為不太口語 那底下的話 它還有這個敘述 詳細的 又反覆讓你知道 然後它跟你講 按下Enter 就可以將 還跟你講說C12 它為什麼知道我C12 沒跟它講耶 OK 它怎麼會知道 而且還多餘跟它講說 如果改為3的話 這有點太多餘了 我來身份字 好啦 OK 所以其他這個地方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上述公式 僅是用台灣的身份證 字號 號碼 OK 其他地方就不一樣了 那只是說 這邊好像沒有提到那個什麼 從哪邊得到這個答案的啦 OK 好 所以 這個我 其他兩個平台 我建議是 你都可以去試用看看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再針對第三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舉了三個問題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嘛 第二個 在身份證字號這個 還有第三個是這個 Lapt 稱呼 那在稱呼的這個儲存格 它是在 這個是A10 是它的前一個字嘛 然後這個的話是它的稱位 那判斷如果為男 就幫我串接什麼 串接先生 如果為女就串接小姐 所以呢 我的敘述大概是這樣 我的直覺敘述 因為這個敘述的方式 我有把它直接 大概在這裡 OK 請幫我撰寫 前面都一樣嘛 然後呢 我是看著什麼呢 看著Excel上面的位置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這開頭都一樣 將A10儲存格 有沒有 所以其實以後你的問題 你就直接用坐標的方式告訴他 A10就這個 有沒有 A10 那儲存格這三個字是不是要給 其實你可以斟酌啦 有時候我偷懶我都不打了 這個應該他會滿聰明的 有沒有 將A10的 直接把這幾個字 乾脆直接打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呢 取得第一個字 取得第一個字 應該這個敘述沒錯吧 OK 或者是取 取第一個字也可以 不用取 取就可以了 然後 另外的話 第二個條件是這個 B10中 如果為男的話 如果他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這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很重要 這個關鍵字我覺得 建議你們是可以把它學起來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你要怎麼表達說 把兩個加在一起 那如果在公式裡面 這個叫串接 串在一起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可能 這個可能我覺得是需要記的 串接先生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避免錯誤 你其實一樣 你可以在先生 前後有沒有 加上雙引號 讓他知道說 這個就是一個字 一個關鍵字 女 或者是女 這個也可以啦 女則串接小姐 這樣應該我想 他應該就看得懂了 然後就把這個問題一樣呢 直接就丟給那個 TRAGPT 幫我產生這個公式 看能不能得到我要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 我把訊息丟給TRAGPT OK 然後送出 送出問題 看看答案對不對 OK 好像前兩個都沒有讓我們 讓我們那個 這個失望 那這一次會不會讓我們失望 會不會他突然又來一個錯誤 OK 看一下 而且他還滿厲害的 感覺好像真的有個公圖聲 在後面打這個東西給我 之前還真的有人說 這是不是有公圖聲 我想說公圖聲有這麼多嗎 你們每個人都丟問題給他 那他哪來得及啊 OK 那真的是一個機器人啦 OK 應該不用置疑了 好 這個就是應該答案了 看一下 我不確定啦 不過我們盲測一下好了 不管 我現在也很懶得去判斷 反正直接複製對不對 直接就貼 貼到這裡 那貼我習慣是貼這邊 反正你貼上面貼下面都可以 打個勾看看 對 向下填滿 對不對 對 對 全對 OK 所以他應該已經算是很厲害的 這個 Excel的算是辦事人員了吧 所以應該可以取代很多辦公室 很多人覺得應該都是榮原的 直接用AI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這個衝擊會是還蠻大的 OK 那最後的話呢 今天我有提到有關VBA有沒有 我發現很多同學呢 也對於VBA的部分非常感興趣 所以 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你剛剛講那個公式 它可以產生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VBA程式寫出來 你想說VBA程式以前要學個 我看學個一年應該也沒辦法 學個兩三年應該可能可以寫出簡單的 但是要寫複雜了我看要好多年才有辦法 可是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呢 我不要用什麼 不要用公式 我希望讓他幫我寫出VBA程式的話 那今天我們就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不要用公式 我就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改成 用那個VBA 請你幫我把 請幫我改為VBA程式 所以這個我底下其實也有一個敘述 很簡單啦 也不用太那個 我底下其實在講義下面這邊也有 請幫我改為VBA程式 或者是請幫我用VBA程式重新鑽起來 反正我有時候很懶 我發現TrackGPT好像滿聰明的 所以我都寫得很簡略 請幫我改成VBA程式 他就會幫我把上面的公式 如果你假設不要用那個什麼 剛剛的公式寫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寫成這個 他幫你寫成一個什麼 一個function function中文意思是函數 函數的名稱叫這一個 gettitle 所以gettitle後面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name 一個是gender 所以是什麼 name就是名字 那gender的話就是什麼 gender應該就是他的稱謂 好 所以呢 而且他幫你寫完成式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你要怎麼去操作 操作的方式他上面還有講到 所以這邊操作的方式說 請你幫我開啟VBA 然後打開這個VBA 我做一次給你們看 因為這個其實比較難 就是在Excel裡面 開啟這個什麼 開啟ALT加上F11 這ALT加F11就會跳出什麼 跳出VBA 有喔 然後再來怎麼樣 插入模組 他第二個動作是按右鍵 我看看他有沒有講按右鍵 插入模組 他沒有講按右鍵 所以我這邊跟各位講 這邊隨便一個地方喔 只要在專案的下方 這個空白區域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好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要把程式執行的話 很簡單 只要把這邊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直接再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複製程式有沒有 再貼到這個地方來 貼上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自己寫了一個自訂函數了 名稱叫做GetTitle 有這麼厲害嗎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寫對還寫不對 那怎麼執行 這個可能難度比較高一些 我做我要把它錄影下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比照的做做看 好 那我們已經把它貼過來了 那你說老師 那哪裡會有產生那個函數 其他函數是寫在 這個一樣 執行的方法一樣 你要插入這個稱謂的地方 在插入函數裡面 因為我剛剛有寫了一個叫做GetTitle 它會出現在哪裡 請各位特別注意 它會出現在使用者定義 那這個使用者定義 就是當你的VBA裡面有寫一個以上的Function 才會出現 所以剛剛理論上是沒有 現在才有 所以你們現在電腦應該沒有啦 因為沒有貼 如果你有貼的話一定有 OK 如果你假設沒有貼錯啦 如果你貼了沒有 那應該貼錯地方啦 OK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出現叫GetTitle 這個GetTitle就是剛剛那個Function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理論上它會跳兩個問題 就是跳這個引述 因為我們的引述裡面有兩個 我剛剛有講的Name Name應該理論上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名字 名字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叫Gender Gender應該是它的什麼 應該它的稱謂吧 不 性別才對的 性別 這個 看結果對不對 吳先生 好像就對了 看一下 有這麼厲害嗎 我什麼事都沒做 這樣會讓我覺得很驚訝 以後我會失業了 人家都幫你寫好好的 然後向下填滿看看 都寫好了 制定函數OK的 所以你們如果會用AI的話 制定函數也可以寫完的 OK 好啦 我把重點講一下 因為這一段可能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又衍生了一下 就是請幫我改為VBA程式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改為制定函數 改為VBA的制定函數 然後它得到的就是一個Function 有沒有 這個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裡面的話 刮鬍裡面就是幾個 幾個算是那個算引述啦 有沒有 所以它不是跳兩個框框嗎 那第一個框框叫Name 就這一個 第二個框框呢 叫做Gender 指的就是它的性別嘛 OK 所以你有幾個它就跳幾個 OK 那它的Function名稱就是GetTitle 有沒有就跳出來 那你只需要怎麼把它複製之後 貼哪裡喔 記得喔 這個東西叫做Visual Basic 它怎麼叫出來的 好像上面有敘述喔 叫Lt加F11 就跳出來 那如果你要把它貼上之前喔 記得要有看到一個模組喔 這個模組原來是沒有的 所以我把它假設沒有的 請你記得在這個上方任何一個位置 按右鍵插入就可以 插入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碼 直接複製 貼過來 一個字都不用改 你就會有一個Function名稱叫GetTitle 然後引述的話就這一個跟這一個 OK 這樣應該可以啦 那但是就有同學可能會問說 老師那那個函數名稱可不可以不要是英文的 我希望是一個中文的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這個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成 我看 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你可以改成姓名 這個可以把它改成性別 這樣會更清楚啦 這三個可以改啦 不過目前我們先不要改 那你要執行的話 怎麼執行 一樣的方式 請你再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插入函數的時候喔 它會跳使用者定義 OK 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一樣喔 我避免那個問題 你們假設啦 因為每一次 QRGBT給的程式碼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乾脆把這一段程式喔 直接複製 我乾脆直接貼到這邊好了 幫我改 我發現它得到的結果 有時候是Sub 有時候Function 好像之前我給的是Sub 我現在把它改成Function 這一段 我直接貼到雲端上好了 就這一段 這個是QRGBT給的 它會是在雲端白板的第七頁的位置 OK 你們如果啦 假設你產生跟我不一樣 你如果要練習的話 不然你就直接到雲端白板的第七頁 直接拿這一段來練習看看好了 OK 試試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